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保罗拣选了希拉 也出去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利加 兼顾众教会 保罗来到特壁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 路斯德和已歌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 他父亲是希利尼人 就给他行了歌礼 他们经过各成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里加 加拉泰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 有异象陷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萨摩特拉 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不匹的妇人 名叫呂迪亚 是推亚推喇城的人 速来敬拜神 他听见了 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寄领了喜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污鬼所赴 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净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拨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尖里 嘱咐禁足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尖里 两脚上了木口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尖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 看见尖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 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二位先生 我 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 当夜 就在那时候 禁足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历时都受了洗 于是禁足领他们 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醒了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差矣来说 释放那两个人吧 禁足就把这话 告诉保罗 官长打发人 来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间 平平安安地去吧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 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尖里 现在要私下拧我们出去吗 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拧我们出去吧 差矣把这话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间 往吕迪亚家里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第十七章 保罗和希拉 经过岸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铁撒罗尼加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服从保罗和希拉 并有许多前进的西里尼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极度 招聚了些士警匪类搭伙成群 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 要将保罗和希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里 喊叫说 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 耶稣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 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 就释放了他们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希拉 往比利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险于铁萨罗尼加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 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铁萨罗尼加的犹太人 知道保罗 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耸动搅扰众人 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 往海边去 希拉和提摩太 仍住在比利亚 送保罗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既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太 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一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与他争论 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 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 为世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近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 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 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艺心思 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讥笑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雅略八谷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丽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第十八章 这世以后 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雅居拉 他身在本都 因为格老丢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晋带着七百吉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应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坏犹太人和西里尼人 希拉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为道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 耶稣是基督 他们即抗拒 毁谤 保罗就抖着衣裳 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司部 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洗 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到佳流做雅盖雅方驳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这个人 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 佳流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或坚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若是光乎言语 明目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 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加流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百吉拉、雅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坚戈里剪了头发 到了以弗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 他却不语 就辞别他们 神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开船 离了以弗所 在该撒利亚下了船 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 随后下安提阿去 老大 相当语 那里不是想念的 我可以想念你 是绝对 你不想念你 我可以想念你 我可以想念你 你会想念你 我可以想念你 你会想念你 你会想念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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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